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言鼠 有个人养了几只老鼠 这几只老鼠是老鼠中的精品 犹如精灵一般 这个人每天喂给老鼠美味的食物 并且精心地给它们擦洗身体 老鼠一生病 它就异常担心 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的关心 老鼠跟它也非常亲密 天晴时 它们在院子里愉快地玩耍 下雨天就在家里捉迷藏 它们还经常一起去旅游 它感到跟老鼠生活在一起非常快乐 但这并不是它喜欢老鼠的主要原因 它常常抚摸着老鼠的脊背 口中嘟囊 如果没有你们 不知道我会遇到多少灾难呢 原来老鼠有预知危险的本领 它正是注意利用了这一点 并且深入研究 发挥了作用 很久以前的一天 老鼠突然都从家里逃走了 它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也就没命地在后面追 朋友们也紧紧跟着它 这是大地震发生了 真是幸运 因为是在外面 所以它幸免于难 要是待在家里 肯定会被压在建筑物下 即使不死也会受重伤 还有一次 在它外出要上船的时候 老鼠在它的蹄带里骚动起来 它立即收住步子 老鼠随之也安静下来 结果出航的船遇上了风暴 沉没在大海里 它像这样托老鼠的福 而幸免于难的事 还有好几回 它想着这些 对老鼠说 不管怎样 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 今后可要多多关照啊 它喂食给它们吃 这时吃食的老鼠 显得惶恐不安 这是危险的征兆 这要发生什么事 是火灾 还是水灾 不管它 赶快搬家吧 由于事出突然 它也就顾不得价钱的贵贱 胡乱扔掉房子 匆忙搬走了 当然 受些损失也是没办法的 要是磨磨蹭蹭 碰上灾难 岂不是更糟 乔迁新居后 老鼠恢复了常态 它稍事休息 就想弄清 自己搬走后 旧居到底发生了什么灾难 于是 它往旧居挂了电话 喂 喂 我是以前的老住户 想打听一下 什么事 忘了什么东西 不是 我是想知道 在我搬走后 您那里有什么变化 哦 好像没什么 不会的 请你仔细想一下 要说嘛 就是您走后不久 住您隔壁的人也搬了 就这样 是吗 新搬来的是什么人 一定是位可怕的人物 他热心地问着 他想 灾难这时 恐怕已降临到隔壁 自己要是不搬 无疑会被卷入事变中 但是 对方的回答 很让他意外 不 是位很和善的人 真的吗 是的 因为他非常爱猫 养了很多 所以 如果把未来交给寓言 当下的一切都显得不重要了 于是 我们看不见眼前 不在乎过程 只奔向那个结果 然而这样 从生到死 都是预言带来的 节点的记录 这是你想要的吗 好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我是潮雨 祝您晚安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